晚间新闻一开始要告诉您的是 我国除了新增39宗新冠肺炎死亡病例 创下疫情以来经高纪录之外 今年还暴增了4765宗确诊病例 没错那在日确诊病例刷新三个月以来最高纪录 当中一半的新增患者主要来自雪龙地区 目前累计4万宗活跃病例 当中469人在加护病房救治 卫生部傍晚发文告通报 雪兰儿出现2082宗病例 位居全国之冠 吉隆坡新增540人确诊 沙拉越则是有405宗新病例 柔佛也有348人确诊 过去一天14宗病例涉及变异毒株 分布在吉兰丹 吉达 雪兰儿和森美兰 截至目前全国有62宗病例出现 南非B1351变异毒株 以及两宗印度B1617变异毒株病例 今天再新增20个新感染群 职场感染群占了12个 其他的感染群分别是社区 宗教教育和高风险群 全国累计了462个活跃感染群 当中八成的患者没有症状 接着了 请不吝点赞 下了 宗教育和宗教育和 phi 宗教育和强计则 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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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